差點就遲到了 還好晚了三分鐘 抱歉 卡 不可能 為什麼眼睛那麼大啊 要縮小一點眼睛 好醜 最近感冒了 哎喲 抱歉啊哈哈 你們好你們 哎喲最近 失去味覺了 很痛苦 給你們看看我的假髮套 是不是很假 都是真頭髮勾的 就是有點熱 嗯 知道了我遲到了我 I know 對不起 Sorry 不好看啊 啊喜歡 我喜歡 嗯 對鼻很塞 鼻很塞 就是最近 你們聽到我說 我說話聲音大嗎 就正常哈 那我現在什麼都嘗不出來味道 就是 聞也聞不出來 嘗也嘗不出來 你先給我一口屎 我都嘗不出來味 好兇 是嗎 抱歉 吃點辣的 辣的也不行 屎我都嘗不出來味 辣屎 嗯 很奇怪 剛好我最近買了一堆吃的 然後這些吃的呢 都嘗不出來味 然後我就 哎呀 然後再 我可能吃 就是正常了以後 可能我就好了 然後這些吃的也過期了 我不會那麼久都失去味覺吧 我發現啊 吃什麼東西好吃 嗯 是最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要不然 就失去味覺 特別的 就會覺得 嗯 生活好 好無趣 就是 嘗什麼東西都嘗不出來味 哦 我現在基本上 就是隔三差五的就會愛舊啊 然後非常的吃口薑我剛剛看到 我現在非常的養生 我現在非常的養生 VALUE養生 然後就是我每天 喝什麼 補腎茶呀 還有什麼 就是 反正一堆粉粉 那粉粉呢 那就是什麼什麼甜菜根啊 什麼這根那根的 什麼這粉那粉的石榴啊 石榴 石榴 石榴支什麼是抗氧化的 而且對 就女孩喝了會好 嗯 然後我就是每天上午 就會先來點那種 自己特調的那種 補腎茶 哈哈 然後下午呢 再來點什麼補腎 就另外的補腎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 這不是以前我記得那個 錄舞蹈聲的時候 不是捏腳 說我腎不好嗎 我這不就開始補腎了嗎 我非常 就聽進去了 然後呢我最近 最近 我最近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 在哪看到的哈 就是我看到有這個 說這三種茶 喝了湊在一起 會瘦腿 我對 就是消肿啊 然後會瘦腿 什麼這個馬鞭草啊 迷迭香啊 什麼檸檬草 什麼的 就天天一堆草喝 每天吃草 看看你們都給我發啥了 哦我還會泡點那個 那個 桑膳乾 然後就是泡到水裡面 喝的牙都快黑了 然後瘦腿呢 我就每天都敲這個膽筋 膽筋就是在大腿外側 從屁股那開始 有四個點一直敲大腿 就每天敲個大概一百下吧 反正就一直敲 沒事你就敲它 我現在該吃吃該喝喝 啥事不往心裡割 就是我正常還是吃飯的 我是吃飯的哈 就是我也不想瘦 不是我也不想這樣 就是那個我是非常健康的飲食 然後我還有健身 但最近見的有點少了 健康的飲食 就是想胖都很難 因為你會吃的是那種 不是垃圾食品 然後不是一些油膩的東西 然後也不是很甜的東西 就是 想看腹肌 哦今天是看不了 我今天這個穿的裡三層外三層的 然後然後那個還有這個腰帶 就是這什麼那個我們帶的那個麥嗎 那個每天要帶這玩 都勒成葫蘆了 這衣服熱嗎 熱呀 主要就是頭熱 我每天頭很熱 我有一次就是拍戲的時候 在那個 那個 在在車裡 然後我們在拍的時候不能開空調 然後車裡塞了得有 五六個人吧 然後就攝影啊 大家全進來了 能進來的都進來了 就一個很小的車 一個小電車 然後 我這樣轉過身 然後那個要 要跟副駕駛的人說話 然後 然後打電話 停 那個 大喜你熱嗎 我說我還以為啊 打電話就是心疼我了 就讓我 就吹一會兒 哦不熱不熱 你汗都流後脖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就順 而且我就頭冒汗 就 後面全是 都洗衣服了 然後 你們在說啥呀 心疼我 沒事 再說一下這個頭套 這頭套很逗 就是為什麼我要弄這個假髮呢 這個短髮呢 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導演覺得那個 就是在定妝的時候 我 我都是那個 我自己的那個頭髮嘛 然後再加點假髮片什麼的 然後導演就覺得 嗯 就是看起來 還是跟以前我都 精神是一樣的 就是 想區分一下 然後我說 怎麼區分呢導演 除非是 剃雕 他說 你倒想 你要想也行 哈哈哈哈 我說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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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說 欸 我說這樣吧 我就開玩笑說 我說要不搞個假髮套吧 他說不行 假髮套太假了 會這個邊邊 會看得出來 我說試試 剛好 那個 那個 就 就是現場 當時就有一個假髮套 好像是給誰的媽準備的 就是這樣的 然後 比 剛開始 比這個長 我這麼一套上 一甩 就是劉歡老師 哈哈哈哈 打 呵 想懂劉那個感覺 耍 然後 然後再加點這種 大斜瀏海 擋住一邊眼睛 又非常的非主流 然後這樣 很酷的在那看著導演 導演 在鏡子裡 他嚇得想跑 他想換演員了 我知道他心裡想 我想換掉他 但是也來不及了 然後這樣 怎麼樣導演 很不一樣吧 哈哈 當時 嗯 嗯 啊 是 後來就說 在這個基礎上 剪剪吧 那就剪 剪點瀏海 然後就變成這樣了 一開始這個頭髮 也是一波三折 本來弄成這樣了 像品刻薯片一樣 然後就只有一個勾 然後就很奇怪 就這樣的 然後後來覺得不夠可愛 然後就燙大卷吧 燙卷就 跟我們那個組另外一個媽媽 又是一模一樣了 但是就是只能這麼區分開了 你們就看習慣就好了 主要是不習慣 我現在都習慣了 貴婦頭 當然 我每天在現場就這樣 拖我的卷 給你們介紹一款糖吧 我 我就是剛買了這個 這個糖剛到 等了很久很久 然後呢 是那種酸酸的 特別酸 但是我已經嘗不出來味道了 我都倒 到了之後我嘗不出來味道了 就這樣抽一根 然後它裡面有這個醬醬 蘸一下 聽說這個裡面的醬很酸很酸 但是我已經 嘗不出來了 我看我回來了 治好了我的病 挺酸的 看來這個 確實 管用 我都很久沒有吃這樣的糖了 之前有 有嘗試控糖 確實還不錯 嗯 那現在就是你不可能一輩子都控糖吧 肯定也有撒開了的時候 所以我看到這個糖 因為我喜歡吃酸的 所以我就會對 酸的東西 很感興趣 我罵人了 我沒罵人啊 沒有 聽錯了 你看 很真 你們還想知道點啥 我的小咪咪 小咪咪 哼 酸辣女 對對對 我肯定是生兒子的 他們說 嗯 如果爹媽喜歡花 花花草草 會喜歡那種 嗯 特別那種 可愛的東西 就會生女孩 如果爹媽比較剛 類似媽可能像我這種 可能生出來的就是男孩 我兒子 我兒子 不見了 他不在這 哦對啊我要過生日了 我本來想的是今年就不過了 我去年怎麼過的了 哦我去年被三個壯漢揍 我忘了 對對對 我剛想起來 那是我 應該是這輩子 記 就是最 記憶猶新的一次生日了 我會記一輩子的 下輩子我都記得 今年生日 你們猜 我準備怎麼過 你們想 給我想個折 想個招 想個折 幹點兒啥呀 本來就想的是吃頓麵就好了 我也好久沒吃麵了 咋老說古裝呢 這不還是得看緣分嗎 下部戲 是不是 真的 一笑而過 剛剛有 我有看到有 有 傻過去的一條 這個評論是 有 我可能這次會在的一個地方 我心有靈心喔 別走 你別走 放學別走 我為什麼每次都 離這個鏡頭那麼近 顯得臉 特別像那個 像冬瓜一樣長 哇謝謝 誰送的這個大大器船 但是我這樣就看不到你們的 評論了 吃飯了嗎 沒有 導演特別可愛 知道我 一會要直播 就剛剛過來 你是不是要直播 我說對 放飯 然後我們現場就放飯了 你們吃飯了嗎 這個時間剛好是放飯的時間 你們 你們沒吃了吧 您不熱嗎 熱嗎 熱死了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怎麼會這麼熱呢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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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上大學了 哇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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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財 不熱 在北極嗎 你不熱 北極都熱吧 現在 這這這這 北極熊都脫衣服了 可能 沒吃飯呢 沒吃飯呢 之前他們有人說 那個經常你晚飯少吃一頓 會長瘦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是不要讓自己一直都處於很撐的狀態 就是吃七分飽 這樣 你會還會動靈 就是會 就是 也不動靈嗎 就是你會保持年輕的狀態 就算你現在十二歲也可以嘗試一下這種 這種 這種 感覺 不要 不要讓自己一直吃 一直吃 吃了之後就控制不了了 又拉二胡 又拉二胡 你們還沒 聽煩嗎 咋的老 拉二胡是必備 必備節目 相聲我自己說不了啊 這單口相聲 有點跑掉 還有燦音 唱歌 唱歌 我還沒聽煩啊 我唱歌雖然都在調上 但唱歌 並不好聽 就是 沒有故事 就是特別喜歡那種 我特別喜歡 就是對唱歌好聽的人啊 就覺得哇 就散發著光芒 就是 真的是很有魅力 就感覺他唱這一句吧 頂我們十句 頂我們用嘴說出來的話 就是 全是故事 好厲害 我 哇北極熊脫衣服了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 看星星呢 Thank you 謝謝北極熊 啊 對 大家 聚齊一下 那個吃到 馬上就要 跟大家見面了 具體什麼時候 對不起 我這 剪的領子 哈哈 哈哈 我媽也 看空彎彎 穿的什麼玩意兒 這是 不好意思啊 對 吃到馬上就要跟大家見面了 然後呢 不出意外的話 9月 9月份吧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 不知道 是不是這個時間 但是先 先這麼跟你們說的 我也很期待吃到 非常的好看 我自己都被 被 情結甜褲了 不是那種死甜那種啊 不是那種就是 露甜 是那種清淡甜 然後 就是彼此之間的那種 唉 就是很說不上來的感覺 就你們肯定都經歷過 哎 就一定會 走到你們心裡去挖你們 惱你們 惱 好 可能會看起來會覺得很幸福吧 哇 謝謝 氣球 浪漫氣球 哦 二頭肌還是可以秀的 哈哈 差點忘了 厉不厉害 現在沒有很厲害了 很 嗯 不怎麼太厲害了 最近 網絡卡頓請嘗試切換 歪歪 拍公 呃 看 好了嗎 啊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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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嗯 都問十遍了 我這是假髮 假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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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髮假髮假髮 怎麼可能不是假髮呢 我平時是長頭髮 而且我還染了髮 對不對 對 給你們看看我的書籤 呵呵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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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長這樣的 平時在書裡面 他就這麼呆的 有一個耳朵 然後呢 然后你开始看他了就这样 他就睁开了双眼 然后不看了就这样咔一下 抽下来他眼睛就闭上了 然后就放到夹到书里面就露个耳朵 可爱吗 我看到哪一页了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没事 慢慢找吧 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你平时这么看书的时候 这是一个看书指环 这样哎呀手指 他就这样卡住了 然后你就这么看 这非常的方便 无论你是站着看趴着看倒着看 倒立看都可以 看什么书 我告诉你 没看几页反正 哇重宝 哇谢谢 哦 面纱早就看完了 姐姐 那是上辈子看的啦 包书皮没有啊 他背面人家就啥也没写啊 这大笔 大笔 怎么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啊 失去味覺了 你們快樂嗎 我就怕我一會說話 就出鼻涕泡 跟你們講講那個 我 我在學滑板的經歷吧 就是 我之前最早的時候 我就對滑板這個東西沒有很感興趣啊 是我一個好朋友 我特別好的朋友 我的男閨蜜 她最近迷戀上了陸充 然後呢她 她說她來看我 我說還走到去健身去了 她說健什麼身呢 滑板比健身累多了 就是練多了 我說是嗎 我說我不信 她說你試試吧 然後來了之後呢 就她戴了她的板 然後我就上去扭扭了兩下 我一看哇她滑得好好 我就我也我也好想學 然後就咔咔一頓滑 然後就 發現自己上手還挺快的 發現就是 挺有挺協調的 然後呢 然後我就 當時我就知道 哦這是陸充 還有那個什麼什麼 還有雙翹啊 還有長板啊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陸充 哎已經被我玩的 就有點很絲滑了哈 但其實也不會什麼技巧 就覺得很想再學點別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 學習雙翹吧 雙翹不是難嗎 姐拿下你 嗯 然後我朋友知道我要學雙翹了之後 然後就給我寄了一個板 這些板都是我朋友給我寄的 我的 共板 共板老板 然後 好家伙 我不知道雙翹 這麼的滑 我還找了個老師在寧波 然後那個 我就用 我們不 我們是中午開工 然後上午 早起要要學 然後好 第一堂課學的非常好 第一堂課老師說 哇你這 你這學的太快了 你學的就是我們這十好幾節課學的這個 這個內容 明天我教你點男的 我說好 然後第二天 老師又來了 然後我這樣 信心滿滿 他說我教你個這個 這個板先出去之後 你要跑兩步之後 直接雙腳跳上板 我說沒問題 他正在給我示範著 我這就已經 然後當我踏上板的那一瞬間 咻 板已經 瞬間 去了幾百米以外的 遠遠方 我呢 騰空 倒在地上 騰空啊 很快 我根本連沒有聽他說話 他 我跟你說 剛要跟我說要領 我已經在天上了 他也反應很快 馬上拽著我的這個右手 然後呢 我就好死不死 我所有的地方都帶了 穿戴好了這個 這個護具 就手沒有 還有這兒沒有 我就摔到這三個地兒 他呢拽著我的這個手 摔到這個地方和 這個地方 啪一下然後 他如果不摁我這隻手 我還能兩個手 扶一扶 我還因為我反應也挺快的嘛 我還能這樣 就沒有摔的那麼殘 他一下拉著我這個手 我整個人直接前胸 地都裂了 你知道地裂了 然後 啪 然後我就 但是呢 我不好意思說我很疼 然後我就 沒事沒事 因為很丟人 我整 因為才見了老師第二面 老師也 他也知道我是誰 然後就很尷尬 本來我還在那兒 沒問題 就這樣 然後 沒事沒事 沒事吧 沒事沒事 沒關係 整個這這班手麻了 麻了之後 這整個上半身麻了 完全無知覺 而且對雙翹毫無興趣 甚至有點害怕 然後那節課剛開始 我還沒穿戴完護具呢 我就不想上了 因為我已經摔麻了 然後後來還是堅持著上完那節課 後來又交上露衝了 然後 露衝上次是咋摔的呢 我剛 剛買的那個 錄了一個新板很好看 黃黃的特別漂亮的一個板 我不知道那個板有那麼的絲滑 然後就他好像沒擰緊 我也不懂啊 四點拆的膜 五點在地上了 就是 很興高采烈在現場 剛劃兩下 四點拆的膜 然後 卡五點就飛出去了 然後 然後 我整個人又是這邊手 因為我是左邊 在前 整個又麻了 第二次麻 到現在我這個大指 都摔了很久了 還沒好呢 然後 我是卡了一個小石子 然後他就瞬間不動了 然後我瞬間就出去了 喜歡我的粉絲應該有看到我那個視頻 哈哈 我自己也放慢看了很多遍 我就摔的真慘 假髮套差點摔出去 哎呀刷的好累啊 我現在每天在喝這個 這個 薑汁 有薑 還有檸檬 然後水 榨汁 排毒 我下次全 就應該帶那種全身的護具 這奇了怪了 我不帶護具的地方一頓摔 帶護具的地方一點都沒事 根本沒碰到地 別再說我的髮型了 這髮型就 你就習慣就好了 醜的是我又不是你 真是 就有點熱而已 說實話 我媽都不 不留這個頭髮啦 摔腫了 何止摔腫 到現在這個大拇指 沒直覺呢 一摸麻麻的 好像這個神經就摔沒了感覺 能好喝嗎 還行 挺好喝的 加檸檬會好喝一點 怎麼有些人他剛來 好兇我就是兇怎麼了 上醫院瞧我去醫院瞧過了 這病情早就有人跟我說過了 不過沒關係 我不在乎 反正也好不了 魷魚 不過確實啊 我每部戲的造型 都挺 不一樣的 所以 可能導演是想要我 跟平時的我 就是 就是家女大波浪區分一下吧 聲音有點小 怎麼會 我是拿腎說的話 怎麼可能聲音小 你把聲音調大點不就行了 下部戲啊 嗨 不說 不說 不能說 說了會殺了我的 聲音有點粗 哈 耶 我就這樣 我沒有變身器啊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 啊 腎有多大聲音 那我腎應該蠻大的 浑身上下都是腎 還有人覺得我這聲音好聽呢 剛剛我也看到一個小朋友說好聽 我經常會問每部戲都會問旁邊的男演員 哎 我聲音好聽嗎 再粗點就趕上我了 就要這樣 就要讓你們男的沒有辦法混 配音我去都可以 我聲音有的時候該粗粗有的時候也會有戲的時候 唱歌的時候我的心 就錯不了 聽說齊佳老師來了 來了嗎 哈嘍 哈嘍 齊佳老師啊 呵呵 你在嗎 怎麼看啊 哦 是哦 哇 哈嘍 那既然齊佳老師來了 那就聊聊齊佳老師的八卦吧 哈嘍 哈嘍 想聽什麼呀 哪方面呢 陳老師可好了 陳老師天天在現場就是欺負我 哈嘍 嗯 嗯 但非常暖心 然後就是 有求必應 真的是有求必應 就屬於問他點啥吧 他啥都知道 嗯 就是那種很厲害 我就從小就很崇拜這樣的人 可是我做不到 比個大心 我還曾經問過齊佳老師我有病嗎 他說沒有吧 吧 他懷疑了 啊 過生日 我 嗯 對哈 現在已經早就不像是以前小的時候 特別期待過生日 那個樣子 頭髮是假髮套假髮套 怎麼會剪短呢 今天也不可能剪成這樣 哎呀 謝謝事業長紅 你們也是 學業有成 事業長紅 開開心心 我 我 我隨時都想把我這個剪髮套拽下來 因為太 熱了 而且很 很雜 但是呢 就是我要弄要弄半天我就想算了 我睡覺都是這麼 這麼頂著睡 倒立睡 我還把把這卷壓壓平了 燙要燙半天 我每次跟我說現場好了 我瞬間就下車 我絕對不會在車上補妝補很長時間 所以我就沒有太多時間 就是 一般都是倒立睡覺睡一下 咪咪一下 愛舊啊 愛舊 每天都愛 基本上吧 前段時間是每天都愛舊 那不三福天嗎 車上不熱 車上就是還挺 涼爽 我這不感冒了嗎 就是可能是外面四十多度 我一上車 零度 就一下子就感冒了 車上空調 就能把人吹走 我們這車能開啊 就是因為吹著走的 風太大了 我發套每天在車上都這樣 好恐怖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戲播了 你們不要 太埋太這個頭髮哈 就是 嘴下留情 看戲 別看頭髮哈 感謝 誰要說我這頭髮 你們就罵他 注意力放在別的地方 虛幻掉 好嗎 虛掉 這樣 這樣虛的眼睛看還是好看的 哈哈 現場開工了 準備 準備 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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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們哦 下次 下次 有可能生日的時候會跟大家集播 你們一定要常來玩啊 好嗎 我會 一直都在 哈哈 拜拜咯 愛你們